建设在北京市大兴区与河北省廊房市广阳区之间 超大型国际航空综合交通枢纽的北京新机场 最终的命名暂未确定 这是世界上最大最雄伟的机场 被英媒评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由法国巴黎机场集团建筑设计公司 ADPI携手著名的扎哈哈迪德工作室完成前期设计 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和中国民航机场设计集团 完成了后续的设计工作 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是国家重点工程总投资800亿 占地面积大约相当于63个天安门广场的大小 约140万平方米的航站楼 机场预留控制用地按照终端旅客吞吐量1.3亿人次 飞机起降量103万架次 9条跑道的规模预留 这个目前世界规模最大的空地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 下川高铁上落飞机 北京新机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姚亚波表示 新机场主航站楼采用中央放射的五指廊构型 全球首次采用双层出发工艺设计 新机场中转效率水平居于世界前列 同时借鉴国际先进机场的成功经验 将轨道站台与航站楼一体化设计 构建了高效顺畅的综合交通枢纽 一体化的设计实现了立体换乘无缝衔接 建设北京新机场的是 突破北京地区航空硬件能力饱和 推进精进地一体化发展 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 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基础设施支持 根据总体规划 新机场航站楼已于2017年底实现功能性封点氛围 2018年底将实现新机场主体工程完工 2019年10月建成通行 無知足的任务 无知足的任务 无知足的任务 少年